大家好,我是飛鴻 11月11日,法律谷會跑8場賽事 這次我推介都是兩場馬,這次比較彈性 第六場會先說一隻Win 另外,尾場會選一隻腳 看看怎樣玩位置Q,Q或者二重彩 這次是B蘭C1 因為剛剛做完冬草的第二期 我當星期日就跑完10場的谷草賽事 內蘭的場地應該踩得很爛 所以我預計這次外面蓋的馬會好些 沿途走二疊,或者貼欄二疊 直到飛出去中外擋應該會好些 以及預計這次也不會壓地,冬草第二次 所以我選馬都會在這個方向選擇 首先第六場,10號我會要零架 這隻馬大家應該會第一次移民 就是這次換了巴道 因為這次不斷是摩尼拉的得系馬 只有兩次是潘頓騎 那摩尼拉騎也有2個Win 首先我先解釋一下這個關係 那為什麼我認為問題不大呢? 一來,其實有時候騎士就不是想選擇就選擇 有些馬 那譬如他這次其實是順利知成 其實摩尼拉10月30號已經接了首試閘櫃 而至於凌駕上一次跑法律谷 就是10月28號 當時跑得出乎意料地好的 我們等一下會看看這場馬 總之呢 只是兩個禮拜前的事 那分分鐘呢 當時摩尼拉答應盡力知成的時候 凌駕都還沒決定再報名 換言之他先答應了 其實近期也有很多個案子 即是答應了先 因為大騎士長遠都有馬鹼 因為之前前太安答應了 騎不到一隻騰飛塔 即是阿威妙星 容天鵬那隻 騎飛塔就被寬頓勝 之前寬頓就騎不到帝駕大師 就因為一早答應了 徐雨石那隻 凌駕輝 所以最後帝駕大師就被巴道勝 之後呢 這個故事都是個列馬斯採訪問說出來的 我們這些等壇馬迷就看不到的 如果你要揣測的話 我會比較相信 就是莫尼拉一早在凌駕決定再報名之前 已經答應了偉達騎盡力知成 其實都沒有選擇的餘地 至於為什麼會選擇凌駕呢 就是他上場真的很好 上場兩個星期前 其實143號場次 當時凌駕是跑第三 不過呢全程都走著外碟 我們先看看這場馬 七檔起布林家 第一次跑發去谷 他之前連谷閘都沒試過 可以說真的打天才波 這隻馬一向你看他的台型是漂亮的 有些貴格的 中長途的身形 明顯他流流流瘦瘦瘦 你看看他這場馬一出來 就是莫尼拉奇的七檔 但因為第一個彎是層層頂 他一路要走三碟 中間也沒有辦法 他完全無法賣二碟 一路要走三碟 那為什麼呢 因為前面青蛙王子放得很快 然後他就是斗駕寶寶 然後就是西尼哥 然後凌駕自己一隻在外面 然後就是飛天劍和美麗填衫頂他 然後後面就是紅粉彩影金人頭馬 第二就是狂舞派在他身邊 然後他兩隻後面的肥仔威威是第四 至於凌駕第三 換言之你看看 現在頭三 即是頭四甲 有三隻在尾 只有凌駕一隻凌丁丁在前面 還要走三碟 你看看第二段現在開到23.17 青蛙王子是放得快的 所以這場馬在前面的對馬都散了 只有凌駕不散 至於放頭的青蛙王子 在星期日的法學局 他好了 吸收多次經驗 控制得好了 就放得有聲有色一點 就跑到第四 就是換言之 也有些水準的這場馬 那現在直路 看到凌駕全程走到外面 但是他一度的勢都不錯 這裡出頭的 去到150米左右 但是直腳軟 開始外面紅粉彩影 但是肥仔一位 勢又不夠強 但是裡面還有一隻狂狂派上來 所以凌駕拿了第三 你看到外面還有一些再冷一點的馬 就是 譬如心中有李 或者中間有王者 總之你哪隻流 哪隻可以追 只有凌駕是個別例子 這場馬已經看到蝕兩樣東西 第一,凌駕蝕了那三碟 全程完全沒有遮擋 第二就是各快捕捉 那蔡侯莫尼拉要問話 那他解釋就是 原本當然想撤入 但是撤不到 那一路 原本又中間想去拍著 放頭馬走入二碟 但是呢 帝王寶寶就在二碟搶口 總之就制不過 結果全盟走外面 就是這樣 凌駕這樣打天才波 都拿到我第三 所以我是很欣賞他這場馬的水平 那今場換了巴道 巴道 我覺得他肯跑的人就是很騎士 而上季他跟蔡翰合作 都有不少幾好的例子 譬如多多 譬如跳出世界 或者是紅運大師的冷胚 也有些成功例子 巴塞 巴塞配 所以 我認為 就算 你當真是莫尼拉 不騎的推裝 仍然是 凌駕會稱高 因為盡力之城 始終 馬仔細細 其實不是很厲害的 但他只要是上季 因為尾贏了一場的姿態很原目 公貴兩次跑錯都拿第四 那是不錯的 不過 就 未至於超過三班 我也總 那 相反凌駕 我覺得 他上場的走勢看起來 就肯定有上升中間 好啦 那 而 而 對了 另外 這場馬 除了凌駕之外 和進力之城 我都會 凌駕 我就會建議直接買Win 可能有Win一批 比較穩固 就進取一點 只Win 因為 其實同場 這三班看完的馬來的 多數都 要不就完全沒有職 那些 那些 至於 如果要拖 找些東西拖一下 那我就會選了 南壯家寶 六號 都是外面掩蓋的馬來的 另外還會選了 四號幸福老窩 都是外面掩蓋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預計這場的報復會快 因為全民皆知 五檔應該會放頭 至於 盡力之城 十二檔都沒得選 一定要撤入 那 預計 莫尼拉的騎法 都會在前面撤入 那 應該 和全民皆知的場合 他放得出的時候 那 加上潘頓 勞動創造 因為中間 其實有可能層層頂他 他都會走三疊 唯有可能由中間走上去 那 所以呢 我就覺得這場馬的報復不會慢到去哪 先選了剛才兩隻後尚馬 四號 坎福老窩和六號 的藍莊家寶 另外再加上十一號盡力之城 預計他是這場的大圓門 那 好了 講完第六場 那我們就跳下去第八場 第八場 有一隻擂台等達心聲 我都相信達心聲可以再贏一場 那 所以 選擇的就是選第二 那隻 我就會選五號的童馬 那 為什麼我會選童馬 第二呢 那 一來 我選了一些 因為二重彩 分頭不錯 你先選 一號指定第一 那五號指定第二 那 或者你保守一點點 買單Q 那 不怕 那 不怕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意外 那 那 講一下童馬有什麼好 那 其實這隻馬上季主役是650 那 但是呢 他季初 就是剛剛開始有表現的時候 就是前季 前季沒有什麼看的 那 上季開始有表現就是第一鋪 就是三班 六十一分 用麗海榮 那 我會看這場馬的 那 雖然久遠一點 那 那 不過呢 我就覺得有一定的參考性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三班的賽事 那 還有 他是千二 就是 那 然後呢 這次呢 就是 零八五這一場 那 是 那 零八五這一場 那 就是零八五這一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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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話之後所有的成績都在1600拿回來 但我覺得這場雖然是1600拿過第二是盛大江輝 當時童話只有輸半個馬位 當時跟現在一樣是69分 其實我自己看還有少少在手 不過你跑1600就真的要走得很漂亮 因為他的充力不太夠1600 我們現在看看一年前的一場 三班千怡 這場馬很強 同馬是極速王 因為二班剛才跟高大威猛瘋線的串Q 然後第二就是當時還是很勇的雪戰靈區 另外其他馬就之後索先生輸了一場 一落四班馬上就贏了 當時最重要是極速王 因為童話會拍著他鬥 我們現在看看大外檔十二檔起步 首先第一點我想說一說 雖然你看他的近跡是全部1600 但其實他前速不弱的 你看他上季這麼有新鮮感的時候 其實跟現在的情況差不多 他跑第二次的東西 你見過前速是很快的 其實他拍得著極速王 只不過是因為大外檔 所以劉可榮一直捉他到尾 捉了幾個馬位 現在還在捉著 收到二碟了 但是捉到有一點搶口 其實就發揮了 黎可榮其實可以 你也不會預期太高 現在童話就一直跟著 前面的步速就OK 正常偏快 因為前面是珍翠的 然後外面就是會長之星 然後中間還有一些交易旗 索先生 現在走三碟的就是 上了大師 然後就是唐馬和二馬 一對 加上童話就三零 加上呢 現在先停一停 我回去一點點 現在呢 極速王就是在灰馬的內側 為什麼會去到內側呢 因為我回到前一點點 剛才過來講 梁可榮呢 這裡頂不住 搶口那隻馬 他就走了出三碟了 因為當時這隻馬都比較暖龍 這個就是頭馬極速王 現在在中間 接著第二隻 絕戰神驅是貼藍的 原本童話是第三的 然後被人告掉了 但是告掉了他 就是原本第四的 那隻極速王 現在就是在極速王後面的 你可以看到 其實是後勢馬都被掩蓋了 現在你看到童話 在飛到出去大外擋 哇 數不到啊 這裡的彎闊度 七八打了 怕著一隻極速王 現在兩隻馬一起鬥 當時極速王已經走得不錯 跟現在差不多 但是呢 騎下去了 現在童話騎下去 內閃就來了 一路押到一流王 任意穿上來 就是雪戰神驅 前面極速王鬥就贏了 這個位置停停 沖線的人看到雪戰神驅第二 童話一路耐閃 一路耐閃 阻礙到極速王 所以原本第三 然後被告掉了跑第四 但是你看到那個余勢 童話是絕對不給極速王差的 還要當時呢 他一路耐閃 搞到極速王 你看到他只要抽到終點 但是呢 有個問題的 童話就因為他 之後 一路耐閃 我一路耐閃 在這裡看到 上季石膏都一直搞一些配備 當時只大眼罩 他來銜得很厲害 那跟著呢 加個 咖啥臂枯 不是 咖啥臂枯 不是咖啥臂枯 是臂枯 好一點 但到真的好 就除了這些東西 轉了個 臂枯 之後就拿到1 win 1 kill 1個第3 就是成績 和他走勢都稍為穩定了 但是呢 仍然是有耐閃問題的 這是他的缺點 毫無疑問 不過 我們看回今季第一場 這個 剛剛他熱身那場 去了沙田跑那場1,1600 跟扣女 佳敏萊一齊出 當然佳敏萊贏了 那場其實沒什麼誠意 在內蘭 直路出來 其實都不是完全沒勢 那這場馬 童話要跑第8 輸五個劍阿偉 這場就是快捕捉 因為未來日子狂放 和起連衛星拍著 所以幾隻跟馳的馬 都散了一堆 為什麼要看這場呢 我就是想說看重 因為童話 原本上場 因為他很早休息 六月幾就休息 上次童話 上場就升到1,165 很誇張 上場就贏了 1,104 第一次上了 1,094 中間最重 試過1,123 有沒有Q 今次 好很多 1,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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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小鳥浩場 上次第一次到文家梁 跑了1,000米 其實他快的 但是外面的密實太誇張了 那些富高八斗 就是那場 鐵木兒最後幾步衝 就是過了那場 和氣生財那一隊 連幸運非區都不夠快 那一場 太誇張了 所以小鳥浩場最後在內欄 夾了六七位 但是他這次跑了一千 應該會夠快 而且他也是八檔 你用城街你都是推前的 一定要出來 那我預計這三隻馬 會放得快 那另外 甚至胡蘿惠蘭 因為海善羅以前都是放頭贏的 但是他的跑法太波動了 所以就說不定 但是只是這三隻馬 小鳥浩場 加州鑑豪 和蔣金大王 已經夠快了 那 因為 加上另外一隻初出馬 雄雲飛鷹 都有點前速 所以總之這場馬前面 應該是推到 咦咚咚咚 那同馬五檔 剛才說過 他的前速 其實不是真的 表面在慢到感 就算他跑了一千二也好 你看他跑了一次 兩次流到尾的一千二 都是因為十一、十二檔 因為那個排檔問題 那他有一次排八檔 都跟到在中間 跑了一千二 那就是不是 真的那麼誇張 這隻馬的前速 不是說他跑了一千二 一定跟不到尾的那種 所以我相信同馬是好跑的 這場馬 就是他會跟到貼欄 或者二碟 在第六七位 七八位 應該是很好衝的 因為同場都沒有其他馬 真的衝很厲害 那種 騰龍超影這四班頭馬的老馬 真的捧不過 另外 昇安爸爸 第一季內初出 和三歲 轉為法律局 都不是說可以就行的 就算 在操練上 看見他有些進步也好 反而在法律局 反而在法律局 真的叫實績 三班入過Q 這個 三班 四班 有沒有Q 頂榜 三班 跑過第三 最後被貶到第四 而且也是三班 一里的頭馬 都是實績的賽則 所以我會推介大家買個play 簡單一點 或者達深星指定題1 然後就是童話根據 都是會好分的選擇 那 重複一次 今天的推介就是第六場 10號靈架 win 如果想找些拖 就6號藍莊加寶 4號幸福老波 和11號盡力指成 然後第八場就是5號的童話 就play 冷play當win 然後 或者可以選擇 和達深星 預計頂頭大圓滿 買二重彩 如果想一注搞定 就1號走5號第2 你喜歡複色就行 或者 駁爆冷 又或者 就這樣買個Q 因為如果1號先 5號第2 應該做不到那個 二重彩比連贏有多2倍的效果 那 好啦 今天的推介就到這裡 來到最後20秒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按一下 下面的 紅色按鈕 訂閱我的頻道 那 就可以逢賽馬日之後 看到我的分析 和排位日看到我的提示 另外 CLS comment like 和share 好啦 多謝大家 拜拜